现在我们来学习微锐的聚光灯 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手电筒 射灯等等都可以近视的看作为聚光灯 我们可以使用微锐的聚光灯来模拟 这类光源的发光效果 现在我开始创建场景 我在这里创建一个微锐地面 我为它创建一个标准材质 我直接把这个材质复过去 我在这个位置布置一个聚光灯 大家发现没有 聚光灯这个图标大得有点离谱 现在我把它的高度往上提升一米 一米 那这个场景我就创建完了 咱们现在开始分析微锐聚光灯的参数 我们现在打开微锐光源编辑器 我们现在看一看微锐聚光灯的参数 第一组参数是亮度 这组参数跟点光源的参数是一致的 而且它们的用法和功能也完全相同 再看看选项这组里 微锐也为我们提供了衰减 而且这个衰减类型跟点光源也是完全相同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 我们也需要呢 对这个亮度值呢 进行修正 如果我们使用线性进行衰减的话 这个亮度值的修正方法呢 跟使用点光源呢 是完全相同的 使用线性衰减的时候 没有开启相机的时候呢 是一 使用倒数的时候呢 是四十 如果呢 使用平方反比的话 这个亮度值呢 是1550 如果我们开启相机 又对相机这个亮度呢 参数呢 没有进行调整 我们呢 需要呢 在这个亮度值的前面呢 再乘上16倍 这就是呢 这个亮度这个基数 在这里呢 我就不进行测试了 关于使用其他单位的时候 这个亮度的修正基数值呢 可以呢 到顶先网上去查询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彩样和阴影这两种参数 这两种参数的功能和用法呢 跟这个点光源是完全相同的 在这里呢 我就不进行详细讲解了 如果大家呢 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呢 去看一看呢 点光源的教程 我们接下来呢 学习光追角度这种参数 那什么是光追角呢 我呢 现在呢 开始呢 创建一个新的场景 我在这里呢 创建一个平面 假定的是 4米乘上2米的 我在呢 这个中间位置呢 放置一个聚光灯 现在呢 我把这个聚光灯呢 往前 稍稍移动一点 比如呢 是0.01 我在这里呢 再创建一个微锐地面 现在呢 我开始呢 创建材质 一切呢 都使用默认值 我把这个材质呢 附到这个平面 以及这个地面上来 现在呢 我设置一下 这个光源的参数 由于现在呢 我是开启相机的 我把这个亮度值呢 输成16 或亮一点都可以20 OK 其他参数呢 我就不动 现在呢 打开渲染控制面板 我把这个呢 环境给它关掉 现在呢 我们开始渲染 看一看效果 看到没有 它形成了一个灯锥 这就是跟手电筒 或射灯 所形成的效果呢 是非常相似的 这就是聚光灯 所产生的大概效果 那首先这个聚光灯 这个锥角 是怎么控制的呢 我们现在呢 就来研究 这个参数 怎么来控制 它这个锥角 光锥的角度 它呢 是用这个 1啊 2啊 什么来表达的 这个呢 威瑞这个参数 设置的非常不合理 应该呢 直接输入角度 何必说 我要这个锥角 是60度的 你直接输个60度 就完了吗 啊 它非呢 搞这个数值 啊 来进行呢 调整 啊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不方便 因为是非常不直观 啊 但是呢 我已经把这个参数呢 分析出来了 它在1呢 指的就是这个锥角呢 是60度 如果我们把它要变成90度的话呢 就输1.5 啊 就是相对于你自己呢 在锡里乘一个60度就完了 我们OK 小眼看一看 是不是这样 我们看看这个锥角 是不是接近90度 由于我们这个视角的关系 是吧 这个锥角呢 现在它就是90度的 这就是这个参数的作用 啊 你多少度呢 你需要自己算一下 它默认的呢 1呢 是60度 如果你想搞成30度的话 就输成0.5 它就变成30度了 我看一看 啊 这个光锥呢 就变窄了 啊 这就是这个参数的作用 啊 现在呢 我们接着学习呢 其他参数 啊 扮影角度 啊 什么是扮影角度呢 如果你对于这个参数呢 不太理解的话呢 可以呢 找一个手电筒呢 做一个测试 如果你把手电筒打开的话呢 手电筒中间呢 会有一个 光线必有聚中的区域 啊 这个区域呢 亮度呢 是基本上是固定的 啊 从这个区域的边缘呢 到这个光锥的最外端呢 它会逐渐变暗的 有一个衰减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 就叫做扮影区域 它所对应的角度呢 就叫做 它所对应的角度呢 就被称为呢 扮影角度 我们现在呢 对这个光锥呢 调整一下 啊 我把这个 现在是0.5相当30度 我把这个扮影角度呢 给它设为呢 啊 0.25 相当于呢 啊 一边呢 加来15度 我们现在开始渲染 看一看效果 那这个光锥的啊 中间这个区域 它所对应这个光锥角度呢 是30度 它这个量呢 是固定的啊 机温是固定的啊 从这个区域开始呢 往外 它会逐渐变暗 那这个区域呢 啊 就叫做扮影区域 它所对应这个锥角呢 就叫做扮影角度 啊 这就是这个参数的作用 啊 为了看上去呢 啊 比较比证一点呢 我们把它改为呢 平方反比衰减 为了亮度值呢 调整一下 啊 它的亮度基数呢 是25000 为了提升4倍的亮度 就变成10万了 10 百 千 万 10万 我们再渲染 看一看效果 啊 这就是呢 啊 使用了扮影刷减之后的效果 啊 它这个 两侧啊 它有一个呢 相对来说 逐渐变暗的区域啊 叫做扮影区域 啊 看底下这个 所形成这个 啊 通行员啊 啊 里边这个 延寻这个区域呢 亮度是固定的啊 啊 从这个 扮影区域开始呢 往外呢 它会逐渐变暗 进行衰减 我们再看看 扮影区域的衰减方式 它有两种 一个呢 是线性 啊 一个是呢 平花 三次方 啊 它只是这个算法不一样而已 产生的结果呢 可能有点区别 啊 平花三次方 看上去呢 可能更加平花柔和一点 我们现在呢 看一看这个效果 选择OK 虽然 啊 这个扮影区域 我们看一看 啊 变得柔和了 是吧 啊 这就是呢 这种算法所产生的效果 反正呢 区别也不是那么明显 也不是那么明显 吗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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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